输肥过的猪排肉质软嫩 在锅内滋滋作响 家里奶油以及百里香增添香气 另一头要开始制作咖喱酱 汤头是关键 我们熬的这个高汤里面是有鸡骨 然后还有洋葱 萝卜 西芹 然后有一些些许的香药去熬的 高汤炖煮至少三个小时 就是要帮咖喱提鲜 再倒入自己炒制的咖喱酱 其实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些蔬果泥 洋葱泥 还有玛丽薯泥 还有加上我们自己调配的咖喱粉去炒 咖喱酱慢慢加入高汤内 不断搅拌炖煮 成就清爽鲜甜的咖喱 搭配香煎沙朗猪排再炙烧 白饭上头百颗太阳蛋 撒满起司跟咖喱融合在一起 香料层次丰富 底蕴细致又带点微辣 光是酱汁就足以让人努力爬饭 而蛋黄让整体多了点味觉厚度 不会让人家觉得腻 是可以接受是清爽的 比较简单嘛 比较清爽一点这样子 味道口味没有那么重 以印度欧式口味为基底 结合西式煮法 做出美味咖喱酱的人就是他 老板之一河同 因为爱吃咖喱 决定一头栽入咖喱世界 花了一年才研发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其实我主要是看了一些日本的书籍 然后还有上网去爬吻 然后再融合起来 然后再去做变换 吃咖喱不过瘾还能搭配炒蔬菜 以玉米笋 桀瓜 红椒 西式烹煮方式呈现最原始美味 蔬菜脆口又带甜味 忍不住令人一口接一口 这家店甚至还推出 具有解腻的饮品调酒 以新鲜凤梨汁为基底 加入柠檬汁调整酸度 这杯综合水果汁 用来综合咖喱的油腻感 酸酸甜甜好滋味 负责调酒饮料的就是他 韦恩也是老板之一 特别研发出饮品搭配咖喱 咖喱东西是很重的 口味算是比较重的东西 那对我来说 因为我本身是做调酒 调酒师 那做一个餐搭酒搭配 其实最适合的搭配就是 清爽类型 带气泡 第三位老板小白 负责手冲咖啡以及外厂 过去曾是工程师的他放弃高薪 跑到澳洲学习制作咖啡 也闯出自己的条路 因为我们刚好三个人 都是不同的领域 所以其实我也很相信 我另外两个 partner 专业 其实这样子有个好处就是 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一套不同的东西 三个不同领域各取所长 从咖喱 调酒结合咖啡 工业风格的装潢 白天餐厅 晚上变身酒吧 要在清湖打造独特美食指标 愣来过的人闻牵梦银